詞曲 李宗盛 當老昨天就在新墨西哥州搭空軍1號飛去加州 在飛去加州途中他跟記者聊天跟記者說 他說他認為中美之間沒多久就應該會達成協議 達成協議的期間應該在明年的11月3日選舉前就會達成 或者是選舉之後的一天 為什麼呢? 他說中國就知道我選中了,一定是我連任的 不過他們想在選舉之後才是達成的協議 我告訴他們現在達成的協議遠遠比你選完之後達成的協議很多 選完之後的協議我相信你會很糟 所以他覺得中美貿易協議應該在明年2020年11月3日之前就會達成 或者是選舉之後的一天 再之後就不行了 那些協議都說好了 如果你說選舉之後一天 即是確保當佬中了,那就沒問題了 那就馬上推行了 那是不是好像他這樣說呢? 但是有些專家就說 在短期之內達成這個貿易協議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貿易協議已經不只是經濟了 已經是去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深層裏面了 所以就算你在短期之內 譬如說 中國的貿易團、劉鶴他們 將會在下個月華盛頓那裡再開會 大家都釋出善意 希望有進展 就算短期之內達成這個協議 都是杯水車身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那究竟是不是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特朗普已經說了很多次 又說中國一定有簽 又很快簽 又很有誠意 又有這樣那樣 但是一拖一拖都是年紀 那你特朗普自己一再反覆 最近那次已經說談好了 你突然之間又加了一條 我要派人進駐在你的企業裡 檢查你有沒有落實 你行不行呢? 你自己說行不行呢? 如果特朗普的企業 那我說派人進駐在你那裡 進行檢查你的 監督你的 那你行不行? 你同不同意? 美國的艱難不比中國少的 那些農民都叫苦連天 現在又 又買了很多億噸 黃豆 喂 都未簽實 又是問了價 都說了 未簽實 很多次 那現在這個為什麼簽不到呢? 其實這個是和世貿那個 是一樣的 一樣的條件 為什麼不肯簽呢? 因為有一個重要的條件 要查驗的 和可執行的機制在這裡 嗯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就馬上反口了 那現在呢 你看看 其實對中國的經濟很大壓力 他對這記者這樣說的 如果我有2%的機會輸的話 中國都會等到明年 下一年的選舉完了之後才會再簽 對中國來說是合情合理的 喂 我對你現在到我對你簽了 萬一你輸了 那我重新又對你 另外一個你上來又不輸了 那我就重新來 這樣就幾大 中國幾大 即是怎樣 幾大就等他 等他 以我看法呢 下載特朗普說的話是真的 是真的 其實不簽的是大陸 嗯 其實他已經在那裡了 是 另外也是事實 如果被特朗普連任他有4年 中國就一定不會給到現在的好果 是 這也是事實 OK 因為兩黨已經在這方面 就已經有一個共識了 嗯 貿易協定會簽署 這個簽署不出奇 一人退一步就簽署到 是啊 嗯 那簽署到 問題 最大的問題 你剛才說過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 他可以反口 反口就行了 怎樣反口呢 簽完又反口 是呀 不出奇的 有先例可緩 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就是講這個 加拿大和墨西哥 嗯 那他那時候已經 已經說OK了 那加拿大說 入口多些 美國車之類 這些都是 都是講的 都是簽署了 跟著呢 他說不行 因為現在美簽署了 他說很多 墨西哥很多人 上來的那些大篷車 現在沒有了 因為他說 你們不阻止那些大篷車 我又再加你關稅 這樣 所以 他現在馬上截了 馬上截了 馬上截了 不讓那些人過來 現在 就算簽署 一樣可以反口 這個特朗普之所以成功之處 他就是民粹主義 我整個家庭選舉的時候 是我投降特朗普的票 是 這樣呢 我希望他改變一下 是 但是呢 我現在 三年了 有什麼改的 我經濟越來越差 OK 就改了 不過就差了 對 差了 我現在那些 本身我有四千元的 現在都不夠小 OK 我又不同 那些人說 我要買什麼 買什麼 買哪個國家 我只是要求 基本的生活 基本的生活 但現在基本的生活 都比以前 高了很多 嗯 是個物價 嗯 那我收入 又沒有高度 是的 但我的支出就高了 OK 是 這樣來講 那你叫我再選 我絕對不會選他 哦 OK 但是我普通 一個普通工人 普通人 去做工 我是要求物價穩定 嗯 我工作穩定 嗯 我不管你一個國家 哪一個做總統 是 我一個普通人 我只是要求我基本生活 那其實呢 我發覺呢 選總統呢 他一定要有句口號 的 奧巴馬的口號就是 Change 這個特朗普的口號就是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是 令到美國再次強大 下一任總統會不會有些口號走出來呢 好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談 拜拜